巴勒斯坦政府與美國合作,挺蝦者正付出代價 歐盟警告中共,立即處理13家中企 日本列貿易黑名單,增加7家中國機構 全大陸汽車企業迫人道歉,15日至股價連跌 它回國第一日,護照被海關沒收作廢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9日,週六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案例 美國馬里蘭州居民Tina曾因三高問題苦惱 使用三高代謝寶後,不僅睡眠品質顯著提升 連長期的土脹通問題也得到緩解 他的體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 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鄭先生 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 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 結果令人驚喜,不僅體力恢復,食慾增強 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都維持在理想狀態 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 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 請上健康520網站 了解三高代謝寶 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在走戰爭結束後 治理加沙走廊的計劃 以色列國防軍水浸哈馬斯隧道後 審訊投降的哈馬斯人中 既然出現聯合國工作人員 紐約大學學生 因為撕毀被綁架的以色列人海報被停河 8日是猶太人的光明節 當日以色列國防軍佔領了加沙市中心 巴勒斯坦廣場 這是他們的政府中心 哈馬斯的象徵和加沙的象徵 以色列國旗已經在那裡升起 並點燃光明節的第一支蠟燭 7日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理史太爺對彭博社表示 他傾向於哈馬斯成為 從屬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隨從 協助建立一個領土 包括約達河西岸、加沙走廊 和東亞路撒冷的獨立國家 史太爺說 如果哈馬斯準備達成協議 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個政治平台 這樣就有談判空間 巴勒斯坦人不應該被分隔開來 7日 加沙哈馬斯地道被海水淹沒後 大批哈馬斯分子向以色列軍隊投降 8日 以色列軍對地道灌水 觸獲的哈馬斯分子進行初步審訊 竟然發現其中有聯合國近東難民署學校校長 加爾巴維 以及聯合國職員盧巴德 有傳言 對以色列軍在加沙地道裡逮捕的中共軍人 中共外長王毅要求給予釋放 但被以色列暫時拒絕 除非中國在聯合國公開聲明不支持哈馬斯 推特帳號 Summerian 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和其下屬機構 像國際紅十字會等阻撓以色列進攻加沙的根本原因 因為一旦以色列完全控制加沙 這些國際組織人員 同時又是哈馬斯恐怖分子的雙重身份就會暴露出來 8日聯合國秘書長古德雷斯說 隨著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伊斯蘭運動施壓 哈馬斯的暴行永遠不能成為對巴勒斯坦人進行集體懲罰的理由 隨後 美國否決聯合國安理會 投票呼籲加沙立刻停火 美國司法部長加蘭表示 美國司法部整理調查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期間 美國人的死亡和被劫持情況 對那些參與殺害和劫持美國人的哈馬斯分子 將進行嚴厲追究和懲罰 白宮已經移除了美國最大的穆斯林民權組織 CAIR 從美國國家反猶太主義戰略合作夥伴名單中刪除 之前 CAIR的執行主任發表了反猶太主義支持哈馬斯的言論 遭到白宮譴責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格拉德丹質問古特雷斯說 如果你想要停火 為什麼不要求哈馬斯投降 哈馬斯打破了之前的停火 哈馬斯對加沙戰爭負有全部責任 另外 7日有兩名女學生在紐約大學校園 司委呼籲釋放被哈馬斯綁架的以色列 和各國人質的宣傳張貼引起重怒 一個叫德希米 他已經刪除了他的IG和Twitter帳戶 另一個叫哈里克 他被紐約大學勒令停學到明年秋季 哈里克在影片中譜願說他的獎學金也被取消 下學期還將被趕出校園宿舍 近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要求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去國會大廈作證 解釋校園內反猶太主義盛行的問題 引發全網熱議 推特帳號陶瑞爆料說 哈佛首位黑人校長海地厚裔 醜態百出傲慢無禮 卻沒有看到她背後撐腰的 另一位面目可憎的女人 校董事會主席億萬富婆普利茨克 她是海穴酒店的仕頭婆 曾任奧巴馬政府的商務部長 今日全球化的很多腐敗亂象 她功不可沒 在這兩個女人的領導下 能夠令一個以基督教立校的世界第一學府 公然袒護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論 也算是登峰操極 推特帳號蕭生客推文寫道 以三間世界頂尖大學的校長 在國會的可恥正辭 使他們的大學不僅僅在經濟捐助上損失巨大 本人也面臨很快下台的結局 美國的精英大學已經腐敗到了極點 美國轉折點的領袖柯克表示 反對三間大學受視猶太人的撤資捐助者團結一致 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能否被所有人都加入到撤資這些學校的行列中 來 因為他們的教職員工、管理人員、校長和學生團體 都明顯反白人、反基督教 自美國教會一封信的作者梅塔薩斯說 長春藤大學聯盟已經死 這些學校背叛創辦者一切基督教的信念 另外,據《法新社》報道 奧斯卡影后、蘇珊·沙蘭根 日前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上發言 後來道歉 但上個月仍遭到經紀公司的解約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12月7日警告中共黨魁要求對方立即處理13家 向俄羅斯出口均民兩用產品的中國企業 否則歐盟可能即將討論是否制裁這些實體 歐盟正努力阻止均民兩用產品流入俄羅斯 烏克蘭與其西方盟國表示 這些產品整理幫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在歐中峰會後,米歇爾在北京對記者說 我們已經確定了一份涉嫌規避我們制裁的公司名單 在峰會期間,我們一致認為有必要深入討論細節問題 我們衷心希望今天我們的聲音能夠被傾聽 隨後中方能採取適當的行動 他還表示將向歐盟成員國匯報情況 以決定將採取編衣進一步的行動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負責起草了制裁措施草案 他要求習近平阻止俄羅斯破壞制裁的企圖 當被問到歐盟對中國產電動車國家補貼的調查時 馮德萊恩只表示這個問題確實在峰會期間被討論過 在去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到超過4000億歐元 在2020年至2022年期間,貿易逆差翻了一倍 歐盟也對這種不平衡的經濟關係感到擔憂 馮德萊恩說,這個情況嚴重失衡 我們與中方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我認為現在看到實際進展非常重要 他補充說,期待看到中共當局採取具體措施 解決跨境數據流動 醫療器械缺乏市場准入 以及化妝品行業限制性法律問題 中共黨媒目前沒有說明 中共黨魁是如何回應歐盟的這些關注的 日本政府在6日修訂外國用戶名單 也就是俗稱的貿易黑名單 增加了36個組織和機構 包括中國物理工程研究院和其他6個中國機構 日本這樣做是為了防止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民用技術外流 在黑名單內的中國機構 大約有90%有可能參與大規模殺傷式武器 像導彈、核武的開發 除了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外 還有包括光華化學工業公司 北京合縱私藏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 第九研究院711研究所 中國廣核集團公司等 都被列入了這份貿易的黑名單 大學、院校、研究機構也有被包括在內 從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均民融合的程度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共國家計劃單列的副部級國家研究院 是中國核武主要研究和製造單位 根據《日經新聞》的調查 這個研究院被懷疑使用了日本公司和其他公司生產的工具機 除了全面控制 日本還列出了受監管的敏感物品 包括商品、技術和軟件來執行清單控制 清單控制要求出口箱在向外國出口 或者轉讓所列的物品的時候 需要申請許可 日本政府表示 如果出口目的地存在安全問題 即使不屬於這個列表的物品 也不能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口 申請許可證的時候 出口這些物品的公司有義務檢查目的地的預期用途 看看是否有可能將物品轉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大陸一名官媒主持人質疑 50電動車、充電功率和宣傳不符 總部位於廣西紐州市的50汽車逼他道歉15天 期間50股價接連下跌 才5天就叫停道歉 這件事發生在三星期前 但12月4日突然又成為微博業門話題 獲得多名大V的轉發和關注 據大V發布的消息 浙江民生資訊廣播主持人王菲 因為在節目中質疑50汽車NANO的充電功率和宣傳不符 被50汽車發送律師涵指控誹謗、侮辱 要求連續道歉15天 王菲連續道歉到第5天 50汽車發出諒解備忘錄要求停止道歉 根據網上熱傳的道歉影片 王菲在第一天道歉中 再次提到有關50NANO充電功率的各種不實數據 包括NANO搭載充電器壓定功率標注為2,000瓦 和50宣傳的7,000瓦不符 實際充電時顯示的當前電壓和當前電流 也表明充電功率僅是略高於2,000瓦 充電接口標注的壓定電壓和壓定電流 和充電器的壓定功率不符等 隨後王菲對這些不實數據給出了各種解釋 包括50門店告知7,000瓦是口誤 車主理解錯了 這是向下兼容的體現 電流乘與電壓等於功率 但不是等於壓定功率 是我初中物理沒有學好等 在影片中 王菲的道歉態度相當誠懇 隨後還對50一番高調吹捧 很多網民看了影片後 笑稱這個哪裡是道歉分明是繼續追打 在後續的影片中 王菲甚至追到廣州國際車展 當面向50展位的負責人鞠躬道歉 在這名負責人表態 不用再繼續道歉後 王菲依然堅持履行50律師函的要求 完成連續15天的道歉 直到第5天 他才在影片中表示 已經接到50方面的來電 以及50律師發來的禍解備忘錄 對方說已經達成禍解 不用再道歉了 對這件事 有網友貼出 50汽車股價每年下錯的截圖 並留言嘲諷 50說 你再道歉幾天 我就要倒閉了 還有網友說 50終於意識到 道歉時間越長 消息傳播面越廣 根據公開資料 黃菲所在的民生資訊廣播 是官媒浙江廣播電視集團旗下媒體 而總部設在廣西紐州市的50汽車 寄信去地方官媒主持人要求道歉 似乎也抵氣十足 近年來中共當局大力推動國產電動車上位 相關的車企 因此成為各地政府的重點扶植和保護對象 根據大陸社交媒體消息和大量網絡影片 國產電動車各種質量問題層出不窮 甚至電池、爆炎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但相關消息都被壓制 車主維權也被打壓 同一時間 在大陸銷售的Tesla等外國電動車品牌 就屢屢被炒作負面消息 甚至各地官方機構和高速公路 也紛紛禁止Tesla通行 盡力打壓 一位名叫月月環球技的影片博主 12月2日在國內網絡上發布短片 說自己四年沒回中國 但回國的第一天 他的護照被海關當場沒收 影片一開始 他很興奮地對著鏡頭說 我要宣布一條重磅消息 我要回中國了 他介紹說自己是疫情前出來的 這幾年環球旅遊了南美洲、中東、非洲等地 在機場 他嚮往著回國之後的生活 說晚刻是否就可以吃麻辣湯、打邊爐 還說感覺國內很現代化 但很快 當下一個鏡頭出現時 這名博主和剛才判若兩人 他沮喪地對著鏡頭說 他的護照被海關沒收 說是作廢 具體原因不明 說這是他鄉下移民局 將平出入境口岸做出的決定 需要回到他鄉下申請 他介紹說護照是他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他是環球旅行博主 而且那個護照上面還有巴西的五年簽證 他從親戚那裡得知 好像是在2022年1月涉及電訊詐騙 他在影片中說 我記得他當時找過我 而且我跟他說清楚了 他說回國本來有兩個想法 一個是想辦新根簽證 第二個是想搞事業 這名博主介紹自己的遭遇 在網絡引發公眾關注 一名網友介紹說 旁邊屋子女在新加坡打工 疫情原因幾年沒回家 10月剛回來 護照就被海關剪了 也有人說收護照是為了讓你主動去辦理新護照 辦理的過程需要你提交很多在海外的材料 做過什麼 去過哪裡 經費從哪裡來 然後從各方面刁難你 還有人表示 邊境控制變態的地方就是這裡 根本不可能從任何地方知道出事 只能親身去驗證 只有一次機會 可以沒有任何解釋 去出入境管理局問就是不知道 所以只能在境外辦換法 如果可以換回來就沒事 如果在境外大使館申請換法護照 被剪割 還有機會被拉黑 有網友介紹 戶籍地私自將他的護照註銷 目前來看福建爆出來最多 其他地方也不少 另一名網友說 我之前一直在YouTube上看他 他沒什麼政治立場和共產黨作對 另一名網友留言說 不談政治的人 政治從來也不會放過你 這一節新聞已經播放完畢 多謝您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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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您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